周一升旗穿校服 全校怎么就你一个人忘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成绩好特殊 对吗 她是六年级九班的李简单 虽然每次考试都霸榜班上第一名 但她却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迟到顶嘴街话茬她样样精通 因为桀骜不驯的性格 她被老师视为学生中的异类 这样的异类在班上还有一个 黄墨 四分 作业不会写 考试写不完坐楼是空的 全班就你一个人不及格你知道吗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如鼠家真班罗列出黄墨的种种罪行 最后不出意外的 他又一次被叫到楼道里罚站 由于这次考试成绩很差 老师要求所有人把作文重新写一遍 同学们的反应也十分真实 只有李简单提出了反对意见 老师 为什么全班都要重写 老师 我觉得我考第一 我不用再写了 结果显而易见 因为当众顶撞老师 李简单也被叫到楼道里罚站 就这样 两个截然相反的孩子被打上了一类的标签 黄墨低着头一脸无奈 李简单则抬头挺胸看向了窗外 放学之后 黄墨坐在教学楼前的长椅上迟迟不肯回家 因为他害怕被父母混合双打 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李简单看到 他买来一瓶汽水递给黄墨 两个被全班孤立的孩子在此刻成了朋友 朋友就应该互帮互主 得知他不会写作文 李简单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作文本 将自己的写作方法教给了他 殊不知 自己的善意之举 竟在无形之中害了黄墨 第二天 老师让黄墨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重写的作文 朱老师非常严厉 他总逼着我被作文学 其实写作文就是应该写自己身边的事 而不应该被犯了 因为靠此机应该是培养不出有独立思想的学者 底下的同学纷纷开始偷笑 只有李简单若有所思 老师听后期的当场发火 笑 老师的话语里满是嘲讽 黄墨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最终 他洗提奖台旁边的VIP宝座 外加一个月的值日 看着自己的名字再一次光荣上榜 黄墨心里有一百个委屈 因为这都是李简单教他的 为什么自己写出来就被批评 而李简单写出来却能拿高分 第二天 黑板上的光荣榜不知被谁擦掉了 老师看到之后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黄墨拎上讲台 黄墨一脸无辜打死也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可老师却早已先入为主 班上的倒数第一名犯了一个小小的错 就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 谁来告诉我黄墨他错在哪了 老师 敢做不敢当 嗯 不写作业 嗯 上个走时 我把你抵后腿 你不爱干净 不会写作文 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对这个班级一类口诛笔伐 课堂俨然变成了批斗大会 面对同学们罗列出来的罪行 黄墨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他默不作声地低下头 承受着这噩梦班的时刻 就在这时 班上的第一名李简单也高举起右手 可老师却选择性忽视了他的存在 直到最后一名同学说完 老师才极不情愿地叫李简单回答 杜老师 黄墨的名字是我擦的 我觉得黄墨他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写了下来 他没做错 还有 独立思想 是我跟他说的 老师这才明白 原来李简单才是班上真正的大麻烦 最终他被罚和黄墨一起值日一个月 而老师的计划也即将开始 隔天 老师对黄墨的态度变来了个180度大反转 竟然破天荒表扬他整理饭盒 还奖励他一盒酸奶并解释道 老师批评你是因为在乎你 希望你能学习进步 面对老师突如其来的关心 黄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当天放学 他和李简单一起值日打扫卫生 李简单敷衍地擦了下黑板 便叫着黄墨赶紧走 没必要那么仔细 可黄墨却格外上心 依旧一丝不苟地拖着地 因为他脑子里全是老师先前的那一番表扬 李简单见状上前想帮他 没曾想他却突然发火 面对黄墨的一反常态 李简单愣在原地什么也没说 就这样 两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友谊 在老师的挑拨下产生了裂痕 这短短的机密距离就像一条红沟 将他们阻隔在两边 李简单似乎知道其中的缘由 他将对老师的不满 写在了全年级同考的试卷上 当老师看到他的作文之后 顿时火冒三丈 当即找到李简单当面对质 面对老师的指责 李简单一点也不虚 直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 我就是觉得因为这件事 您把我们做指示不对 老师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威胁 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李简单的问题 而是转而询问其他同学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吗 黄墨 你觉得呢 看着怒气冲冲的老师 没有同学敢吭声 紧接着 老师借此机会开始修理李简单 你就是觉得自己聪明 你就是想划种取仇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你的小心思 面对老师的贬低 李简单并没有选择忍气吞声 你这才刷小心思 正是这一句话 让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 颜面扫地 李简单也彻底得罪了老师 这件事之后 他替代黄墨坐上了 讲台旁边的VIP宝座 所有人都是他为异类中的异类 大家似乎约定好了 是的都不愿意和他玩 甚至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 而老师的计划还在继续进行 这天黄墨像往常一样 在教室门口整理着同学们的饭盒 老师又叫住了他 一旁的班长正一见状连忙搭话 此时 李简单正好路过 老师故意提高声调 让班长平时多关照 关照黄墨的学习 可不要一个人偷偷地进步 李简单知道这是老师讲给他听的 他甩下饭盒返回教室 依旧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黄墨看到孤零零的李简单 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时候自己也一直被老师视为异类 被老师批评 只有李简单愿意和他玩 想到这 他默默搬来凳子坐到李简单桌前 像往常那样切磋起义 在经历一番波折之后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放学之后 他们又一起喝汽水 无意间聊起了彼此的家庭 黄墨的父母一门心思只在麻将桌上 对他的学习生活不管不顾 还时常吵架 到头来把气全撒在黄墨身上 所以他放学之后总是不想回家 而李简单父亲忙于工作 母亲出国在外 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孤身一人 原来他们都是孤独的一类人 这次交心之后 两人的友谊愈发坚韧 然而在老师的刻意为之下 这种坚韧还是过于脆弱 这天 班上正在选举新班委 对老师为命是从的老班长正义 毫无疑问的连运 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老师竟然主动推选班上的倒数 第一名黄墨担任劳动委员 要知道黄墨在此之前 一直是老师的重点关照对象 同学们眼中的反面教材 而你绝对想不到老师这么做的原因 得到老师的重用之后 黄墨开始主动寻求改变 想要融入班集体当中 而他和好朋友李简单的关系 即将迎来挑战 班上的第一名和倒数第一名 正在教室里下棋 没想到被多管闲事的班长举报 班长叫来了老师 还没等他们解释 棋盘就被老师当场没收 李简单是班上的第一名 于是老师故意掠过了他 将矛头指指一旁的黄墨 黄墨 你不知道班里不允许下棋吗 见黄墨支支吾吾 李简单主动为好友分摊火力 这课间天天都有人下 谁知老师依旧对他置之不理 继续对黄墨说道 你想想 你把时间都放在下棋上成绩能好吗 这一番话让黄墨哑口无言 没曾想一旁的李简单忍不住反驳 不必影响我学习 你们看 有些同学就是因为自己学习好 觉得可以影响别人 到这李简单已经完全落入老师布置好的圈套中 他学习不好 跟我什么事 此话一出 全班哑口无言 黄墨也似乎看出了好友的真实面目 老师的目的已然达成 两人的好友关系瞬间分崩离析 李简单意识到自己一时心急说错了话 放学之后 他准备了一瓶汽水 在老位置等黄墨一起回家 想要借此机会道个歉 等来的却是二人的彻底决裂 黄墨将李简单之前请他喝的汽水 一次性权还给了他 意思很明显 然而老师的挑拨李简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 李简单又一次迟到 这一次老师并没有像往常那样袒护他 而是直接罚他值日一个月 还故意让黄墨把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黄墨有些犹豫 可还是不敢违背老师的命令 见他动真格的 李简单上前制止 谁知班长在一旁拱起了火 不劳说了 都是你把黄墨带坏了 此话一出 李简单和黄墨直接扭打起来 昔日的好友如今却拳脚相加 在班长的带领下 李简单被众人按住 眼见寡不敌众 李简单机智地选择逃跑 一路逃到了楼上的女厕所 两方人马隔着一扇门对峙 面对同学们的挑衅 李简单愤怒不已 可最让他痛心的是 他在人群中发现了黄墨的身影 黄墨我没想到 你也是做好的高腿子 听闻这话 黄墨操起托把朝李简单冲了过去 本来只想吓唬一下他 没想到李简单脚没站稳 失足从楼上摔了下去 从这以后 李简单便再也没有在班级里出现过 班上只剩下老师眼中的好孩子 而黄墨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又变成了被所有人孤立的那一个 有人会问现实中 真的存在这样的老师吗 存在但肯定只是极个别的存在 相信绝大多数老师 都是学生们的好榜样 也希望大家都能在人生当中 遇到良师益友 好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